所以 佛虽然不在世了 金典在啊 大臣经上告诉我们 金典所在之处啊 就是如来法身所在之处 佛是用金教读众生 其他的那属于纪念 佛的舍利 佛的止谷 这都是一种纪念 你看的再多 你拜他拜的再多 你也开不了物 你也成不了佛 那我们想开物 想成佛 还是要依照经典的教诲 认真来修行 这是正法 这不是迷信啊 这个道理要懂 那弥勒当机 这个意思就是舍 末法时期 弥勒菩萨叫我们什么法门呢 叫我们念佛 叫我们求生弥勒 不是弥陀净土啊 不是弥勒净土 这个意思要懂 如果不懂这个意思 这经后面呢 这三十二平以后 弥勒当机就没意义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 要能体会得到 佛表伐的意思 不但弥勒菩萨现在教我们 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弥勒菩萨将来 也就是说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之后 他到这个世间来成佛 还是会讲这部劲 还是宣扬净土 劝导大家念佛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表伐才圆满啊 要不然他表伐有什么意思 这看见像这些地方 要细心 不可以粗之大业 看过去 所以这个地方 特别提醒我们